台湾洗腎的腎型率及发生率名列国际前茅 其中年轻洗腎者的比例也不容小觑 而多囊腎是造成年纪轻轻就洗腎的元凶之一 这是一种自体险性遗传性疾病 它的形成与遗传密切相关 若父母带有多囊腎基因 会有一半的几率遗传给孩子 我认识这个阿姨的时候是在她 其实她已经多囊腎很多年的时间了 当时她已经多囊腎有20年的时间 那当时遇到她的时候她的肾脏功能已经接近到透析的情况 后来就是因为她一些尿毒症状所以开始接受透析 那不过她目前透析的情况也非常的好 那都是规则在做追踪 那我提到她这个家族就是她儿子也是多囊腎 她当时我认识她也是因为一次的囊炮的感染而住院 可是住院之后她这个囊炮感染控制下来之后 刚好当时有这个新药的一个出现 所以我们当时就开始给她使用上这个新药 所以她目前用外到现在已经4年多的时间 她使用上去都很稳定 也让她的肾脏功能维持在比较稳定的范围 如果家族时 譬如说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自己的爸爸妈妈 甚至是伯父叔叔 他们如果带有这样多囊腎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这些民众就可能是高风险的主群 多囊腎的早期因为只是一些水泡的出现 其实身体是没有任何感觉的 所以在初期要去发现确实是蛮困难的 所以我刚刚提到说 很早期的征兆有可能是像一些高血压 那或者是有一些泡泡尿 那当然有少部分人她的表现是用 譬如说腰痛或背痛 那以及有些人是用 譬如说结石或者是泌尿道感染 泌尿感染就是结的小便会疼痛 有一些灼热感的状况 这种来做表现 家族里面是不是有这样的家族史 再加上她有水泡产生 那这个水泡产生就根据她的年纪 不同的年纪有一个不同的一个条件 那如果超过这个水泡的数量 我们根据这两个条件 就可以诊断多囊腎 那甚至曾经有家族可能是长辈或等等 曾经出现过中风 不明原因的中风的话 那这种有可能 她如果刚好合并有多囊腎 有可能就是因为多囊腎 合并有血管流的出血所导致的 那所以在临床上的话 我们都会建议民众说 就是观察她有没有一些头痛 然后血压高的这些症状 那如果有的话呢 她如果又有多囊腎 我们就会做进一步的检测 多囊腎的治疗在以往的话 其实没有这个特效药之前 就是一般的我们所谓 肾脏病的一个照护 那所谓肾脏病的照护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通常会建议 这个跟民众说 就是要少油少盐 那就是这种健康的饮食 那除了这个之外 就是平常在家要注意她的血压 然后注意她的一些喝水的状况 我们会鼓励民众多喝点水 然后让这个肾脏的 这个血液管流比较足够 那除此之外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很好的药物 通常就是如果病患有血压高的时候 我们会给病患用一些 比较保护肾脏的一些降血压药物 在过去来讲的话 有一些文献是报告是说 把病患的血压控制低一些 对于水泡的这个长大的速度会有帮助 所以通常我的做法是会让病患血压 大概控制在120上下 120左右 希望目标只在那边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 就希望可以减缓它水泡的增长 然后减缓它肾功能的下降 我觉得非常的高兴 就是很开心就是说 以往我们在照顾这样病患的时候 就是说都是跟病患说 这没有什么药物可以治疗 那其实对患者来讲 他们也觉得非常的 好像没有希望 那因为这样子药物的使用呢 让这个水泡增长慢一些的话 就可以让这样的症状呢 也等于它的生活品质变得更好 如果家里面是有长辈或者是兄弟姐妹 有这样多囊肾的状况 那但是目前你可能还 可能不太敢去做相关的检查的话 其实我会呼吁这样的民众 其实是可以努力的 勇敢的出来去做检查 我们检查如果发现有 那及早的发现 我们可以及早的给予药物 特别是这个特效药物来治疗 那就可以减缓这个肾脏的 这个水泡的增加 那对肾功能是有帮助的 我们对病患来讲 其实是非常大的一个福音 我就会跟病患说 我们已经有这个药 可以治疗多囊肾了 所以你有多囊肾也不用害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